李渊为什么管不住李世民呢 李世民其实在虎劳关 他击败了窦见德 逼降了王世聪 放眼天下 他的功劳已经没人可比 所以李渊就给了他一个 千无古人的官衔 叫做天侧上将 作为父亲 李渊能有这么一个天众神勇的儿子 应该是很骄傲的 但是作为皇帝 他的心里也是很有隐忧 毕竟李世民功劳太大 所以就在公元的626年的6月 资质通鉴有这么一段记载 说太子晚上请李世民喝酒 在酒里下毒 李世民心中剧痛 吐血好几身 这个事情就惊动了李渊 李渊去看了李世民之后 并没有责罚李建成 也就是轻描淡写的说 亲王酒量不好 以后不准晚上请他喝酒 吐血好几身这个事情呢 真假不知道 但是真实上 确实就是这么写的 李渊他也知道 两个儿子是针锋相对 视同水火 那怎么办呢 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他把李世民招进宫 跟他讲了一个西汉梁孝王的故事 梁王刘武 他是汉景帝的亲弟弟 太后也非常的偏爱他 而且汉景帝有一次喝多了 跟弟弟刘武说 等我百年之后 我把环卫传给你一刻 你看 这是不是很像李渊 承诺李世民的样子 所以七国之乱的时候 刘武立下了大功 李渊跟李世民 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你的功劳确实很大 但是呢 作为太子储君 也没有什么过错 我不忍削取他的权利 但是我看你们两个人 真的非常的厉害 总不能骨肉相残 干脆你到洛阳去 效仿西汉的梁孝王 我给你设天子旌旗 其实啊 这就等于是把大唐王朝 一分为二了 那李世民听了之后呢 当场大空 说我不愿意离开父母 就在李世民临行之前 太子李建成听说 急了 秦王只要到了洛阳 他有土地 有士兵 根本就没办法控制啊 留在长安 则是一匹夫尔 翻不起什么浪化 所以就让人跟李元说 秦王的部下 可都是洛阳那边的人 听说到洛阳去 一个个面露喜色 他们去了 一定就不会回来 李元吉呢 说的就更加的直白 说秦王打下洛阳 为什么迟迟不回啊 而且刀出的去腰买人心 不及还金 分散钱薄 以术私会 为例如此 岂非反倒 干这些事情 难道就不是谋反了吗 但须肃杀 何患无辞 让李元去杀了李世民 那李元当然没有同意 但是呢 他让李世民 出征洛阳的事情 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 真要是这么干呢 麻烦可就真大了 因为李世民 一旦去了洛阳 他的实力和影响 很可能是高于长安 因为李世民呢 是我们中国历史上 很特殊的一位皇子 历朝历代中 没有哪一个皇子 在新朝建立的时候 立下这么大的功勋 掌握这么大的权力 他不单是天色上将 而且呢 还有十二位大将军 不单有宰相的职务 还有军政大权 那怎么样 才能够削除李世民的权力 而李世民又是如何反击呢 关注我 下期 玄武门之变